其实每个女孩子都希望能被自己所爱的人抽成一个小工具 虽然在已经为我们放松出来的剧集里面 最初富瑶因为身份的卑微被初恋恋人所撇下 但是好在老天爷对富瑶不薄 又为富瑶安排了一个霸道总裁系男友 这个人就是吴吉 说实话 吴吉的人物设定满足了各个年代的人对男友的需求 第一 吴吉有之超高的颜值 第二 吴吉的武艺高强 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欺奴 这让富瑶爱上吴吉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虽然最初吴吉对富瑶的好感来源于富瑶刚强的性格 但是处在恋爱中的富瑶化身为小鸟依人 撒娇卖萌已经成为了富瑶与吴吉生活中的日常 而且就连跟在吴吉身边的小老鼠的醋都要吃上一吃 在一次富瑶与燕京城切磋五一之时 富瑶因为敌不过燕京城而受伤 但是一看到吴吉来到了自己的身边 马上就开始卖萌撒娇求抱抱 这让一直在一旁等着切磋结束为富瑶治疗的宗月 受到了一万点暴击伤害 其实宗月你不是一个人 我们众多的关注小伙伴也同你一样受到了一万点暴击 不得不说这波狗粮撒得我给满分 看着自己心爱的人与他人在自己面前上演甜蜜的一幕 宗月应该看得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吧 其心里的苦可能比黄莲还苦吧 但是这样的甜蜜还仅仅是刚开始 在之后的剧情里面这样的情节多到数不胜数 我记得天三万点暴击 记得越来越来越多了吗